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所造的 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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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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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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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回向 坐着寂天菩萨自己也是做这样的回向 就是说我还没有获得第一的菩萨 也就是说几席地亚 在这个之前 但愿机缘蒙受文殊菩萨的恩德加持和他的锤炼 然后时政时时刻刻 也就是说经常能回忆自己的前世 获得寿命通 同时在生死世世当中以出家相来利益众生 其实我们发愿身为出家 生生世世的当出家应该说是非常有功德的 就是以前乔美仁波切也是讲过 我们前界佛 前界所有的佛都是在人间以出家相来实现成佛的 寂天菩萨非常谦虚的语言来说 是他自己还是凡夫人 还没有得一地菩萨 当然我们通过他的传记 通过其他高僧大德的有些对他的评价 就是完全明白 他是第一地菩萨以上的 他是已经获得菩萨果位的圣者 这样的圣者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 我还没有得一地菩萨之前 如何如何发愿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后学者 还没有一地菩萨之前 千万不要生起傲慢心 自己就觉得不用发愿 不用身为出家 什么都是很顺便 在后学者当中 傲慢者当中 会有这种现象 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现象 寂天菩萨这里实现了 就很谦虚的语气来说 还没有得到一地菩萨之前 但愿我蒙受 我的生生世世的本证 文殊菩萨的加持 当然文殊菩萨也是实际上 按照寂天菩萨的传记 他跟寂天菩萨是无二无别的 也有这个说法 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我为菩提修行 一切取众成熟名 常得出家修境界 无故无不无传罗 这样的偈颂长期要念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当中 一方面能回忆自己的前世 另一方面能出家身份利益众生 应该这样来发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佈 摄网后 铅声節可疏 至 Pikeair 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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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非因时 为神从体能 时时怨恨的圆满寂静处 让我们也应该发愿在生生世世当中变成一个非常清净的修行人 那么清净的修行人首先是自己要生活 过得知足少欲 不要贪欲太大了 如果贪欲太大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一样 特别苦恼的 你住处的要求也很高 你穿着的要求一定要等次很高的 然后你平时的享受 包括你的饮食 这些都是非常计较的话 那我们人生非常没有意义的 所以真正一个修行人他按照随缘而去 当然他的生活也不能处于过分的贫穷 如果过分的贫穷 连自己的体力 也是不能恢复的 非常困难的 但一般来讲 有了基本的一些饮食就可以了 因此就像以前的高僧大德那样 让我们一定要生活到达一种标准 不要过于希求 让我们生生世世 住在一个寂静处 就是前面讲的一样 远离分别妄念的善恶 远离城市快乐 很多众人经常打扰 经常交往的这样的环境 对我们的修行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毕竟是凡夫人 凡夫人必定会受外境的影响 所以以前高僧大德们 好像在赵哥上发在哪一个里面 就是有一个教证说 三世诸佛所赞叹 为何不诸寂静善 应该把自己很多散乱的因 尽量地抛开 自己在清净地过这样的修行生活 这是很重要 当然 如果你有机会 千万寂静地方 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因此我们平时要想到功德 这是很重要的 哪些是过失 这个也要知道 如果知道功德和过患之间的差别之后 我们有功德的寂静经历会追求的 然后有过患的这些事情 我们尽量地去不做 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上 一定要明知而活着 不要迷迷糊糊地 忙忙东东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地 过一天 刷一天 这种现在很多人 每天都是处于一种 迷茫的状态当中 不知道是被世间的美酒陶醉 还是以其他的无名愚痴所蒙蔽 很多人的生活没有方向 没有标准 没有角落 这是不合理的 一定要我们选择一个 比较有意义的生存方式来度过修行佛法 我今天 Luisa说 如果姚何的想法会很与她的 我们选择人会有这样的过程 也不一定会有那么多想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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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一些功夫 负责人的结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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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我们赫一边的令人 马上三上 真是大的价钱 644 谁再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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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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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